這個不要問你 我問你現在要找這個名字 因為我沒有聽名字 就是我自己在 我做到很多資養 其實我一直 一直來一直來 在做的事情都是很習慣的 就是我從畢業 開始做工作 第一份工作 我就是去漢生 然後就是做跟 那時候每個蔬菜補 那我就開始跟了一些人 開始接近台灣的土地 那一直以來到現在 都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只是說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大家在創業 也許我的路不是你們要走的路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 在走這趟人生都會有 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去一直問自己 你為什麼要來這路 就是你在 其實我在講哲學了嗎 沒有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來到這個世界上 其實一定有它的道理 那我就覺得我的人生就是 我知道我的 我後來就找到那個天秘 就像也許佩雲也找到了 她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絕對 你在做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就是很開心 然後還有就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她源源不絕的東西 她一直在幫助你 當你找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大概那個東西就是你要走的路了 那好像回來 大概開始找我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我是一直關心土地跟生態嘛 那包括我自己在研究所的時候 我是念心理系 可是我到了大二週我就走進去山林裡面 然後我就在那個 研究所的時候就回去做鳥類的研究 我們就會每天出野外 然後就數那個鳥有幾隻 然後就在一個很空曠的大海裡面 整個腦袋裡面聽到全部都是鳥的水鳥的聲音 那當你有過這樣的自然經驗的時候 其實你一定會為這個土地而努力 因為那個東西你會覺得怎麼回不來 像我曾經看過那個大小玉 多到就是可以在天空畫一條線 然後那樣東西因為六七就不見了 對完全不見了 就是我後來再回去 它整個土地都硬化 就是沙灘硬化 那沙灘硬化就沒有沙中 沒有沙中就沒有蟲 沒有蟲就沒有鳥 就是它本來就是一個很 大家本來就可以預見了 可是就是我自己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我就會知道說 其實這樣子真的是對土地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摧殘 那我就一路這樣過來之後 包括當然就是到了後來 我從事 我也是編輯 就是我那時候進來做編輯 其實我做的還是跟自然有關的一些圖鑑 或者是說我選的書 可能會跟這樣的議題 或教育議題有關係 然後一直到我生小孩 生到小孩之後 我就覺得 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必須要 算了小孩這段跳過去好了 因為那是教育的問題 那我就先跳到說 小孩大了 我開始有時間了 我要做什麼這樣子 那我永遠都是 我現在就說 我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 就是勞碌命 可以這麼講 然後我就開始想 對 那時候就是我小孩 進國小的時候 我發現了那個 孩子過動 還有那個 就是那種狀況很多 然後還有男生女生的性 有點顛倒了 真的很明顯 然後我就 才回去查 很多資料就發現說 原來是塑化劑的問題 這個書其實 有一本書叫浮平男孩 你們可以去看 那這個問題其實在國外 可能已經好幾十年前 就已經非常多人在討論 可是台灣沒有人在關心這個問題 然後我小時候 我媽媽都是拿那個 超級光鮮亮麗的糖果給我吃 它上面就包裹了 無數的人工色素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是第一代 其實我們是受受化劑 污染的第一代 然後我的第一代 因為我們的身體 其實會傳流那些東西在體內 那到了我之後 我就全部透過生產 全部都到了我小孩身上去 所以他們是等於 像我們以前講 食物鏈裡面 受害的第二代 所以他們現在的反應 比我們還要明顯 因為他們整個累積了一個很濃的東西 到他們身上去 那我就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做 第一個改變是從我家 我就說 我在家裡面的東西 我要盡量的減少 因為我知道完全沒有塑膠是很難的 我就跟自己講 我要盡量減少塑膠的使用 然後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找到了非常多的好東西 真的非常多好東西 那我就有一次就是輕鬆 因為我定期會去輕鬆來幫他 就是辦活動 然後輕鬆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再來幫我 就是不知道是東區還是收穫劑什麼 那一次我就跟輕鬆講 就是賴輕鬆 就是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這次不要辦活動 我想要就是把我現在在用的東西 在那個地方分享出來 然後我那次去分享 那是我第一次擺攤賣東西 就是應該是我創業的第一天 所以我用創業來講就是第一天 我擺了一個小小的攤 然後就擺滿我們家用的那些刷子啊 然後什麼筆記本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很多人就突然發現 那一次擺完 然後就真的很多回想 那我才知道說 原來很多人很想過這樣的生活 可是他們不知道去哪裡找這些東西 那小農現在大家比較注重 可是因為我們用具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這個部分 其實是很少人去討論的 然後也很少人去創造那個 那個集合起來的東西 那我就跟我先生說 好吧那我決定 我要去小農市集擺攤 然後因為小農市集 我那時候選小農市集 其實只有一個念頭 是因為我喜歡去哪裡買菜 然後我去擺攤 我可以順便把菜都帶回來 因為那個是我喜歡去的場域 其實我做事情真的很簡單 就是我的考量點都只是 第一個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就直接 我想遇到喜歡遇到的人這樣子 那我就去了那邊 跟他們講我愛擺攤 然後他們就覺得 欸好欸這個蠻有趣的 就讓我去 就這樣子開始了三年 這樣子我一直到 這三年的第二 第三年開始 我們才在溫中心有個工作室 那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們就一直還是在做 這個事情的推廣 然後這當中有非常多 我就插開一個話題 就是我今天 最想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在看過一個 美國的書叫美好生活 然後包括有些日本的生活 那我覺得裡面只有一個一貫 就是說 其實我們人類 本來就不應該 那麼過度消費 其實我們人 每個人是可以自己創造 就是用自己所要需要的東西 去做你自己需要的東西 那你只要用這樣的方法去生活 你所需要的 你會浪費掉的東西一定是最少的 因為你只要你需要的 而不是你想要的 那包括說比如說 我今天這件衣服好了 我這件衣服我可能都 至少都穿上非常非常久 而且大概就是 其實有很多很多部分的哲學要談 不過我就是很想跟大家說 像包括我們在工作室裡面 現在會開很多課程 那那個課程其實我都是要喚醒大家 就是你要去相信你的這雙手 要非常非常去相信自己這雙手 因為這雙手 它其實是可以幫你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不管以後做什麼行業 其實現在很多行業 會讓大家忘記了自己的這雙手 包括它現在在做手工罩 其實它就回到了雙手的一個東西 那我覺得工作它有可能不能夠完全用到雙手 因為現在太少太少工作 那你擁有這樣的機會 可是你一定要找到一個機會讓自己去 不管是耕種 或是有人捏桃啊 有的人做別的事情 可是你只要有用到你的手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重要 對一個人 他整個人是不是可以沉浸下來 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第一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是包括我現在在做綠兔子 其實它全部都是我一個 我把它稱為 我超像我的美好生活的每一個部分而已 我工作其實也是 我要實踐我的美好生活的一小部分 對包括它就是說 我現在在我的工作室裡面 我都是很好玩 就是一個大桌子 然後就每天就來不同人 坐在那裡 然後去過 就是大家來 然後常常會有一個很奇妙很奇妙的現象 就是今天來的人 全部都是為了其中的另外一個人來 像我前兩天就發生一個 我一個朋友他在陽明山 他們有個期待務農的地 然後有一些合作 他就來找我要聊一些事 結果那天晚上來了四五位客人 就是來了朋友 全部都是要來找這件事情 他一進門就問我說 你那個期待務農的地 到底怎樣 我就說你不要再務我 那個人在這裡 然後我都不用講話 他就自己可以把它handle 然後我就發現那個是一個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走到現在 然後我真的真的只有一句話要說 我九分鐘要到了 對 好那我直接講 就是我覺得一件事就是你只要去相信 去聽自己的心 當你覺得每件事都對 那個就是你要走的路 真的我到現在為止 就是覺得 然後有一件事情也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朋友 因為我有朋友他們也是這樣 我滿多朋友都是這樣過日子的 然後他們那天在臉 他在他的臉部上講了一句話 這是我建議要把它背下來 然後跟你們分享 他說 喔他就這樣寫 我的工作啊 收入不穩 然後又不高 然後每天從早忙到晚累的半死